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带来了一个上热搜的新闻报道 Blackpink会与YG续约吗?海外1000亿赌注 2016年8月8号出道的Blackpink 今年8月合约就会到期 对此,航母的一家投资证券公司表示 YG有着非常多的上升动力 但是股价相比竞争公司依旧是非常低评价 这是因为接近Blackpink的合约到期期间 股价反映了投资人们的担心 但对于续约不需要事先有着负面的猜测 Blackpink的续约应该会顺利的进行的 但是根据韩国文化日报的采访报道 Blackpink与YG的续约不会那么顺利 这7年来,Blackpink的身价已暴涨 而对于在东南亚市场有着绝对影响力的LISA 包括中国的很多国家都透露过1000亿左右的合约金 考虑到韩国的市场规模 这金额是YG娱乐很难承担的水准 当然,Blackpink成员们不会只是单纯以合约金的规模来决定合约 而且与拥有着Blackpink商标权的YG续约 才会容易维持Blackpink这个组合 但这还是取决于YG必须要给他们支付相应的合约金 因为对于艺人来说 身家是代表着他们的威望、自尊心、绝对的标志 考虑到这点,演艺圈有关人士们都表示 YG为了留住Blackpink必须要给每位成员提出200亿以上的合约金 目前Blackpink正在进行150万观众规模的世界巡回 再加上专辑销售、因缘收益、广告代言等 YG娱乐旗下有Blackpink能获得的象征性 以及考虑到上市公司的市值 不管怎么样,YG必须要以天价来与Blackpink续约 但是也有专家们表示 假设真的跟谣言一样 给每位成员支付200亿总共800亿的话 YG必须要考虑一下是否能在期间内获得利益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 YG娱乐比起其他竞争公司旗下艺人非常少 最近iPhone成员们也全员离开了YG 所以如果连Blackpink也离开YG的话 YG娱乐真的会受到很大的打击的 最后就是 最近YG娱乐发表新人女团Babymonster的出道 这也会影响到Blackpink的续约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对这次新闻的反应 YG不会想要放走Blackpink 但是也觉得 杨颜色会把精力都投入在Babymonster 这么一来的话 Blackpink的专辑又会很慢才会发表 就跟报道一样 就算签约了 能在三年内回本吗 想到以前推尼文的话 真希望Blackpink不要续约 一起到别的公司 真的很讨厌杨颜色 Blackpink的歌曲都是Teddy制作 会不会跟Teddy一样直接搬到那边呢 不过现在YG如果连Blackpink都没有的话 股价一定会大跌出大事的 所以为了保住股价 也会留住他们的 对于今天这则新闻报道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出演过电影Kissan群的演员Pak Sodom 在2020年被诊断出 罗幻假装陷入突爱 目前经过手术治疗后 已经顺利的出院了 而在大年初一 Pak Sodom在YG现实动态 公开了一位酸民的阻轴性酸言 引起了网友们的愤怒 2020年9月19号 我是某某某的粉丝 但是因为你所以不看 你这丑女人 真他妈都长得丑 凭这张脸也能做女主角 有点良心吧 也甘愿接受酸言吧 因为某某某是男主 所以高兴了吧 这事件变得真好 2020年9月30号 长那么丑还能做女主角 男主角是某某某 所以你才想要的吧 因为继生上流红了 就不知道自己的地位 你知不知道网络上都在骂你呢 看清现实吧 某某某粉丝们也都放弃的作品 大年初一 直接挨一扩散后去死吧 长那么丑还当什么演员 对此 只是因为一起演了一部戏 所以连续三年都这样 真的是受到冲击了 到底是过着什么样的人生的话 会说出这么恶毒的话呢 简直就是恶魔 疯子从大年初一就这么勤快 活着干嘛 虽然看天空影片的大家 绝大部分都不会这样 但是为了那么少数少数 制约要做酸民的人说一下 喜欢人生攻击的酸民黑粉们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很会说 在正常人眼里 黑粉酸民真的只是跟无脑的他一样 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